美國福布斯雜誌近日調查了數百份 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員工的領營資料 發現至少有300名員工曾在中共官媒任職 其中TikTok的一名內容戰略經理 此前曾擔任中共喉舍新華社的首席記者 目前仍有15人 同時在為字節跳動和中共官媒工作 福布斯在報告中稱 這15人的個人資料表明 目前字節跳動的員工 還同時受僱於中共官方媒體 包括新華社、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和中國環球電視 而這些媒體已經被美國國務院認定為中共的海外代理人 過去幾個月來 一系列有關TikTok與中共政府之間的關係被曝光 加劇了美國對中共利用TikTok輸出影響力的擔憂 今年6月 美國媒體Birds Feet News爆料 字節跳動的中國員工 曾多次獲取美國TikTok用戶的敏感信息 還有TikTok的前員工爆料 字節跳動在其新聞應用TopBirds中 向美國人推送支持中共的信息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專員卡爾 將TikTok比喻為披在狼身上的羊皮 認為其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不可接受的風險 並敦促谷歌和蘋果下架TikTok應用程序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施錦綜合報導